好,大家中午好 今天是4月最后的一个交易日 也是我们4月的最后一节的课 那么今天算是结大欢喜吧 手里有AR票的,今天有回血了 然后指数延续了反弹 先说一下 指数的反弹比我预期的来得更强 我本来以为今天是跟小K线 今天我本身的想法是 因为昨天基本上该抛压的都抛了嘛 就是所谓的节日提现日,对吧 就是昨天的这个出金日 那么基本上想走的 想拿钱的,昨天就走了 对吧,还有很多的 我看很多的观点都是让大家去买逆回购 你看我说吧,我连书都不说这个事情 为了这些小钱,对吧 你要不就不做 要不就是 就是你来股市不是为了买逆回购的,对吧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讲这种东西 那么今天本来就想着指数层面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特别是我觉得就是创业板啊 深层子应该至少还有的一冲嘛,对吧 就是上方应该还有的一冲啊 我确实是这样走了 然后你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这个抄底的指标是不是很准啊 很准吧 每次都这样的啊 而且我都会提前讲啊 每次都是就是至少我觉得指数层面上大家不用太担心的 到了这种位置就不用太太担心 剩下的就是你怎么介入的问题,对吧 怎么能够踏准节奏的问题 那么上证的是有点超预期的 上证的这个 上涨是有点超预期的 超预期的原因就在于 昨天动的是保险 今天保险是冲高回落,对吧 今天保险我没看错 板块就冲高回落 肯定是对的 没看错 大家可以看一下板块指数 冲高回落,对吧 后面应该下午就震到了 但是今天换了一个就是主角嘛 就那个业绩最亮的窄 这个 不是 对,业绩最亮的窄 就大了 对,这个新华保险嘛 对吧 新华保险这个业绩比较好 所以今天换他这个来领涨了 之前新华保险在这个地方也涨过 对吧 换他来领涨 昨天涨停的是平安嘛 平安涨停那肯定代表着 我看一下整个保险的一期报都是比较亮丽 对吧 那么这个所以 今天平安是一个冲高回落的震荡 那因为你不可能像这种票不可能连续逼空啊 天天给你搞10%连百 这不会的,对吧 所以他后面呢 大概率就是还会走一段 还会走一段 五月份应该还会走一段 那么这是从保险的角度上来讲 然后今天启动的是券商 因为昨天我说吧 昨天的券商成交量不够 大家都知道 我说了对吧 所以今天还需要观察 那今天的成交量够了 所以券商板块应该是启动了 好 券商板块应该这个 虽然今天涨定板被砸嘛 那个华锡的涨定板被砸 但我觉得资金已经准备好了 券商截后应该也有机会 对吧 所以券商截后如果有回调 那我觉得这个回调可能是一个买点 是一个买点 就是到时候如果券商有回调 是个买点 现在呢 我比较纠结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句实在话 比较纠结的是 我觉得指数这个地方 我个人的判断 对吧 也有可能是错 但是我喜欢提前讲 我个人的判断是指数很难形成V反 就V反的概率太小了 它还需要有一次回踩 但这个回踩是不是会破低 我就吃不准了 我觉得回踩的概率是极大的 对吧 就是在60分钟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60分钟上 其实60分钟上 它需要有一次 这个不是反弹了吗 对吧 第一次反弹 它第二次还有一次回踩 回踩完了以后才能够再上 这是从 那么时间可能就是 4月5号左右 因为回来还有两天 对吧 这4月5号左右应该是一个 我觉得是反弹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4月5号左右 是个反弹转折点 有可能回来 假日里面外排相对表现的比较好 那有可能周四 回来周四的第一天还能冲一下 那可能到了周五就得要回来了 对吧 而且节前 一般来讲 节前如果情绪打得太满 反而节后 因为为什么呢 很多人 就是这个节前的反弹 这三天的反弹 其实就是先手资金做的反弹 那么有的人可能已经提前去度假了 对吧 他也不再看了 结果呢 等到他度假回来 发现 怎么反弹了 长得那么好 他就有这种冲动 他觉得有点踏空了 他会去接 所以在节后的第一天 有可能就是一个冲高震荡 第二天就杀 就回来 所以在60分钟上 或者30分钟上 这个结构应该还有次回踩 那么我现在唯一不能够确定的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会不会破低 技术上的这里要破低 为什么我说是技术上要破低呢 因为创业板破了个低 它形成了一个日线底背离 看到吧 所以创业板后面即使有回踩 应该是不深的 而且我不认为这个新能源赛道还会有更深的下跌 对吧 那如果新能源赛道更深的下跌 就要创新低了 又要创新低了 所以我觉得不会 但是他有一个底背离结构 深层子也有个底背离结构 他都是有底背离结构的 就日线上的底背离结构 所以即使有回踩也不会很深 就是他只是说回一回来确定这个低点 然后再上到5月份再上 现在的问题就是上证 对吧 讲上证之前我再讲一下科创板 科创板最大的问题是后面有两个大的IPO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科创板最近的成交量不行 今天我估计也很难过千亿 对吧 整体市场今天还是可以的 整个市场大概一个早上的成交量要 差不多七千亿不到一点吧 六千九百多亿 对吧 六千九百六十多亿了 那么 差不多七千亿的成交量 那你想想看 整个市场七千亿的成交量 说明成接还是很好的 你卖掉就有人买 对吧 往上做 那么这种成交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主板 不是说两次成交量保持在万亿之上 市场没有流动性的问题 那无非就是板块怎么轮 哪些板块有机会 哪些板块可能没什么机会 对吧 我们考虑的只是说 我应该去哪里做 那科创板现在就有这个问题了 科创板的问题就在于科创板 大家可以看这两天表现的比较弱 对吧 今天你看反弹 连50均线都没站上 主要就是来自成交量 科创板跟大家讲过 成交量不能低于千亿 昨天连900亿都不到 那今天这个局面我觉得勉强吧 我估计也不一定会冲得过一千亿 反正下午看 对吧 那么科创板的问题呢 我觉得除了半导地板块表现不是特别好以外 因为今天半导地板块 早上是表现比较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早上是还行的 冲了一下 然后又这么大 为什么呢 因为人工智能压上来了 那资金又抢了他的这个风头 因为科技股里面不可能 所有的科技股都涨 因为为什么那边还在涨 那边权重还在涨 今天连券商也动了 再加上两桶油 这些东西都在涨 对吧 所以没有那么多的资金 能够让权重也涨 成长也涨 对吧 今天好的地方是什么 新能源赛道是会休息了一下 不然新能源赛道涨的话 那更轮不到半导体了 所以半导体的表现不佳 或者说是半导体 大家一看到成交量的萎缩 本身也预示是什么呢 就是科创板差 那么这个是一个表象了 这个时候表象 有人说哎呀 受制裁啊 会怎么样啊 半导体渣男啊 那我告诉大家 半导体会回去了 而且下半年 我非常看好半导体板块 半导体板块的下半年 不一定会比上半年的人工智能 就是数字经济这块 差到哪里去 好吧 反正大家记得 然后呢 多看看中芯国际的走势 就会明白其中的道理 多看看中芯国际的走势 特别是中芯国际的周线 多看看中芯国际的周线 你就知道 这样的票 在周线上这样放量 这样上攻 对吧 形成强大的上攻趋势 一定不是小资金所为 它背后的逻辑 也一定不是我们想的 那么的这个狭隘 所以呢 半导体需要等待 那么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科创版深层次的原因 其实就是跟两个大IPO有关系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了 就提前跟大家讲了 一个是什么呢 金河集成 一个是中芯集成 这两个大IPO 都是百亿级的IPO 对吧 百亿级的IPO 上来肯定要吸血的 都在科创版里面 那我今天看到经济日报 这个灯了 说这个科创版不能 搞这种 就是大跃进 就是你不能说 放宽条件 什么都能上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不能一下子搞的 很多大票都跑来科创版 那你科创版本来就不是 就是有门槛的嘛 对吧 本来就对资金有门槛的 然后你还搞了那么大的东西 一个接一个的上来 那肯定受不了呀 对吧 甚至有人在船下 把你蚂蚁又要回来了 对吧 那谁谁 谁受得了 之前的那个 先证的 对吧 这种 这么大的东西上来以后 那就把 科创版的流动性给抽干了 所以大家都怕呀 对吧 那怕嘛 就不敢贸然进攻 那你不敢贸然进攻的话呢 就 科创版里就相对来说 也就是说流动性就会减弱 流动性减弱的话呢 就对个股的上涨肯定是有制约作用 所以这里两个 大家伙我觉得上完以后吧 到五月 五月初吧 上完以后 对吧 五月上旬吧 五月上旬上完以后 我觉得科创版 又会进入到一个 它的良性节奏 那么这是科创版 因为科创版呢 就是还有一个 技术上的 技术层面的事情 就是关于科创版的月线 科创版的月线 对吧 科创版的月线呢 因为五月均线 二十月均线还是夹角太大了 它需要做收敛 所以可能这个地方要震荡一下 对吧 而不是贸然强攻 所以你让它震荡一下 也正常 等待下之后 五月均线上移 最终五月均线要上穿 二十月均线 那么又会形成新一波的攻势 好吧 所以从趋势上来讲 我觉得没问题 它就是个节奏的问题 还有一些事件的影响 那最后讲回这个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呢 我的不确定性就在于 会不会再去创新低 技术上是要创新低 但是呢 基本面上呢 又有点 有点这个 就是 不太会跟 这个叫 技术面 携头 那我现在这里讲一下 最近不是大家都知道 中特股长得好吗 对吧 先说 中国石油 中国石油 中国石油呢 你看月线呢 这个月线呢 妥妥的 是要回调的 这个四个人都看得懂 对吧 因为关键率太大了 肯定要回调 但是它用什么方式呢 它也可以这里横着 慢慢慢慢等它上来 等均线上来 它就在那横着 它不主动回调 也可以 中石化也是 中国石化也是 对吧 也是它道理两根了 对吧 已经两根越线 越洋线了 都这么 这个都竖起来了 收规矩也要好调 对吧 也要调整 然后呢 它也来到了一个成交密集区 这个地方随便怎么样 都回一回 那么技术面 如果他们要回的话 肯定会带指数 进入到二次的摊底 对吧 这是一个 还有呢 就是包括 这些中国中铁啊 之类的 对吧 也是这个道理 就中特固的这些东西 那么最近保险也竖起来了 那银行这边呢 比如说 有人问我 什么银行好啊 对吧 大家看一下交通银行就行了 大家看一下交通 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就是典型的趋势票 走得很好 看到吗 交通银行 那么交通银行呢 也不能算是加速 因为你从周线上来讲呢 稍微有一点点加速 但月线还好 就没有完全立起来 对吧 所以这是银行 银行这个走得比较好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银行板块吧 对吧 今天呢 是几个小银行冲的 小银行冲 但小银行这个 这些月线都一般 对吧 江苏银行还行 所以银行板块呢 也没有说 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对吧 短期唯一可能 就是冲的比较厉害的 保险 保险有可能 我觉得这样一冲啊 就这样一冲 周线上一冲吧 保险板块 周线上一冲 那下周可能会有主动的震荡 主动的震荡 那么好 现在来讲呢 就是中特估的稍微 高一点 保险的呢 日线 周线 稍微 稍微有一点要这个 主动回踩的意识 银行也没什么问题 券商也没问题 对吧 券商呢 更没问题了 券商在这种位置 更没问题 但是中特估你要指望他调很多呢 也不限时 那为什么呢 因为五月份 现在已经定了嘛 五月份在西安嘛 这个中利亚峰会嘛 对吧 那就是中国的主场了 定在西安了 那中央峰会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个要推进 一带一路的更好的发展 第二个就是 人民币国际化 对吧 我们昨天什么叫阿根廷啊 巴西啊 这些都宣布用人民币结算了 对吧 然后也看到报道 人民币结算 境外结算 首次超过美元等等啊 这些消息 对吧 那么更多的还是要吸引什么呢 就是类似于像这个沙特啊 这种就是中东的主权的一些基金 来投资中国 来投资中国 我们之前已经有了沙特的投资 我们的一家这个 龙神石化的一种这个 就是石油的这个链化企业 对吧 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些海外的基金嘛 或者是主权的一些基金 中东的主权基金 那当然除了中东以外 我们还希望吸引更多的这种 海外的主权基金 来投资我们的A股 来投资我们的这个资本市场 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些这些股票 这些资金到中国来 这些资金到中国来投资 他肯定不会去投什么创业吧 他也不会去投那些小票呀 他不会去投这个 他一定是投什么 投中置投就国有资产 那国家也希望他们投这个 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情况就是 一定是投中特估嘛 就中置投的东西 对吧 国有资产 所以呢 我们的管理成员提出了叫做 这个中特估的这种 就中国特殊的估值 就意思就现在的估值太低了 对吧 我不可能国有资产借卖的 别人来投资我们 就等于参股嘛 然后我把它借卖 对吧 都很低的价格 让你参与不可能的 对吧 那么从某种方面来讲 我举个例子啊 就举中国中铁 就是中特估的 也是国有资产 对吧 大家都知道 那很简单了 我现在 净资产就10块3毛3 我现在股价在净资产之下 那肯定是 低估了咯 那我也不可能 借卖给你了 所以至少呢 我给你搞到个 净资产附近吧 对吧 比如说 嗯 净资产10块3毛3 我弄个 9块5 9块6 对吧 说得过去吧 说得过去 为什么呢 离近日产有点距离 你进来也能吃点肉 对吧 但我又不随意见慢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深层值的因素 就是如果这些海外的主权基金来投资 我们的国有企业 对吧 那么我们肯定要把国有企业的估值 拿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让他们来投资 那万一 我们只说万一 那这这这实际上也叫股权投资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F值看一下 这里面谁的占比最大 除了这个 这个铁路 这个工程集团 我们就看其他的 这什么 中国证券金融 又叫中金公司 对吧 这里呢 是汇金 对吧 大家看到中央汇金 对吧 就这些 都是国家队 国家队吧 占比 对吧 那这些国家队的占比 比比较大嘛 那国家队 慢一点 对吧 你这个 转让一点 可以 或者说 直接 这个 这个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对吧 他转让一点 因为他占比最大嘛 对吧 就占了 这个 流通股的56% 对吧 那 我给你一点 没有问题吧 这个中国 这个政经啊 汇金啊 也可以 对吧 也可以卖一点给你 都可以 要看他用什么方式 他到底是说 这个 直接股权转让的方式 还是说二级市场 他来买一点 对吧 那都可以 那么这些呢 实际上就是国家股权 那 国家股权卖掉了 就变成了钱了嘛 对吧 如果让一部分出去 就变成了钱 那么这些钱呢 其实就是我们国家股权投资的收益 那么万一 我们就是先小人后君子嘛 对吧 万一说 那天 他们要 跑 或者说这个要离场了 造成这个股价的下跌了 等等 那么我们的这个等于说汇金啊 中金啊 还能继续买回来 比如说他们揭露的价格9块多 后面又跌到8块多 7块多了 对吧 他们要走了 比如说 那就揭回来了 揭回来当中不是有差价吗 那个差价也算是股权投资成功的 这个部分 对吧 所以我想这个 中特股这盘起 对吧 他很多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 为了将来能够吸引更好的海外 主权类的基金来投资中国的A股 对吧 所以要把这些国有资产的估值给拔高 要拔到一定的程度 不会做兼卖 所以这是可能中特股提出的一个 后面的更深层的深层的意义 对吧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 整个中国的 就是财政政策 将从最早的这种 纯粹的地方土地政策 对吧 转变成股权跟数据类的这个收入政策 所以股权这块基本上就是他们 就是中日同 所以现在我唯一的就是 就是有这种不确定性的就是来自于这块 那你说如果是按照这个思路来 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跌幅 可能更多的是技术上的波动 它不会是一种叫做趋势上的反转 更多的是就是我们讲的叫技术上的波动 对吧 技术上的波动跟系统性的反转是两回事情 系统性的反转是这里涨 涨完了结束了要跌了 对吧 这次那技术上的波动只是涨的过程当中 修正一些关律率 修正一下指标 修正一下数率 对吧 只是这样 所以呢 这是上证我吃不太准的 所以这块呢 只能是说走一步看一步 对吧 但是分时级别的二次探底是肯定要有的 就分时这个不是反弹吗 他一把耳栏上去啊 分时级别的反这个这个这个回踩是还是会有的 就是要回一回啊 回一回来确定这个地方低点 那么才上 那么因为我刚刚说了创业板跟生成子 他已经打出了这个日线底辈里的新低了 所以他们就不存在 说再要去上新低了 更多的就是后面 嗯 往上这个震荡向上啊 对吧 就是他也会有这种 嗯 确确认吗 啊 或者说 简单点讲 现在不是五日军线还没 还没拐过来吗 对吧 如果五日军线拐过来了 然后再冲一冲 到下周再冲一冲拐过来 或者把这个缺口补掉再拐过来了 那么他也会有一次回踩五日军线 只要回踩五日军线做确认吧 这地方拐过来 为什么 上方十字军线也是压力 五日军线跟十字军线的开口太大了 他一把冲不过去的 冲过去也得回来 对吧 他就慢慢慢慢修整 那么像这种呢 就劈头散发型的反弹 往往第一波反完了以后 他还要下来主动做回踩 回踩完了以后什么呢 这些军线不是都开始往下了吗 然后再往上的时候才能够全部翻过来 对吧 他有个过程的 就技术上肯定是有个过程的 一把是顶不上来的 对吧 一把是很难 这个就是 比如说你看这里也是一样的 像这里 到了这里 这里 这里 劈头散发了 反弹 反弹完了以后 这个军线有点密集了 对吧 所以他就是回踩 回踩确认吗 对吧 第一次回踩五日军线 然后第二次回踩一下十字军线 回踩确认以后再往上 这个军线就翻过来 对吧 所以道理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这个地方都是一样的 所以现在也是这个 也是这个情况 先要把军线拉过来 对吧 有可能再冲一冲 结后 那么后面就是回踩 回踩完了以后再上 所以新低的概率不大了 就是看后面怎么去这个做这种回踩的确认了 所以这是指数 所以指数呢 正常来讲 结后是要有回踩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上头 好像就是这里 等到你不要看了那些这个五一节 我今天下午都都还行都蛮好的 然后五一节上头了 一看人家观点都全面翻多了 然后你又上上头去加仓对吧 就加在高位 然后趴一个二次回踩 你又懵了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不难 对吧 就是你自己要有这个独立的思考能力 这是最常规的 最常规的那很难就一次 你劈头散法 军线劈头散法的情况下 你是很难一次违反的 对吧 除非有重大什么利好 但都没太可能 是吧 那么 唯一就是我说了不确定的上证 对吧 上证到底会不会创一个新低 技术上是要看创新低 所以我们要看后面调整的那K线的情况 但是就别上头 你知道下一个买点 就下一个卖 现在是这里是买点吧 对吧 下一个卖点就是在截后 截后就是你的卖点 你卖完了以后 你来一等一等 别急 对吧 好吧 这个是指数层面上的 也跟大家讲了 包括这个券商有异动 对吧 然后指数这块 要防着中特股的有回踩 包括带指数回踩 因为 人工资能AR什么呢 有过矩阵 对吧 有过矩阵以后呢 我觉得 现在也是一个区间震荡 我就拿那个来讲吧 拿ChatterGPT概念来讲吧 ChatterGPT 我昨天在其他地方讲课的时候说 这个地方不跌漏了吗 我当时画的这个下箱体部分 我说就算跌漏了 也会回去 今天就回去了 看到 那回去了以后呢 他现在又回到了这个箱体 这个地方是个压力 所以正常来讲 哪怕 截后冲过去一下 他还要回来震荡 所以今天ChatterGPT也好 人工资能AR板块 传媒游戏 对吧 CPU这些又大涨了 但这些是先手资金 人家做的事情 然后你别上头 你不要到时候 今天没买 你跑到后面 截后去追了 追了有可能又被砍一刀 对吧 所以不要因为今天的涨涨了 你就认为ChatterGPT要创新高了 就要这样了 对吧 你也不要认为 这个 人工资能AR板块 又起一波新的行情 对吧 所以你看市场就是这样的 你要想在别人之前 就所谓的叫潜伏别人的潜伏 对吧 那 如果你不是这么想的话 那你每次都是后手买单 每次都是后手买单 先手吃不到肉 是吧 所以 你看今天 这个是波动 我讲的是波动 比如说游戏 网络游戏 它就是个波动 对吧 就是个波动 昨天卖出的人很后悔 应该这么说 对吧 昨天卖出的人搁在地板上 今天很多反包 比如说 比如说 顺网客机吧 对吧 这个也不行 不是 冰仓网络吧 好吧 冰仓网络 昨天卖掉的人 很后悔 今天反包 不但今天反包 可能到明 就是到了这个 周一还有个冲高 甚至还会去创个新高 那你说 是不是要上头了 要去追 那一追 有可能又是个 又是个短顶 又是个短顶 所以 一般来讲 就是波动率加大了 就是这个不是波动率加大了 一个个股的波动率加大的时候 对吧 第一次大跌 就这次 就昨天那个大跌嘛 其实 应该这么说 像这种大跌是很难见顶的 就集体高标股 都杀一下 那么更多的就是什么 量化盘也有 助涨助跌嘛 对吧 昨天 这个 有人可能看到了 我朋友圈发的 昨天说 有一个油资朋友问我 他说 那个昨天大跌 是不是退潮了 我说没有 他说那能不能拿先手 我说先手最好是明天 他说那不会不会 量化盘明天崩了呀 继续跌呀 我说不会 为什么呢 你不要以为量化 量化盘是助涨助跌 但是所有的量化 他也不一样 有的量化是什么呢 就是到了那个点 他就止掉了 有的量化呢 他的策略是抄底 所以当你跌过头的时候 他也会进来抄 所以我说安全的点呢 不是尾盘 因为有的股票尾盘 跌停什么的 第二天可能还会抵开 所以我跟他说 安全的点是今天早上 对吧 而且今天早上 你只要看盘面 就才能看得出来 有没有资金回流 那个点上去是最安全的 所以我的判断就这样 市场就算照我的判断在走的 当然你说 我也可能就是运气比较好 猜对了 那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 对吧 昨天也复盘的时候也写了 然后也跟大家说了 因为我的判断是 今天会有资金去拿先手 然后截后回来还会反弹 但今天实际上是什么 不但拿先手 就是先手拿了以后 直接高潮了变成 今天又变成了这个 这个游戏传媒呀 这个切特GBT呀 这些又变成高潮了 就人工智能 直接从这个叫冰点变回暖的高潮了 本来我想呢 昨天是个冰点 昨天所有的高标股都跌了嘛 昨天是个冰点嘛 对吧 这个毫无疑问 昨天是个冰点 那今天是一个什么 这个就是先手的回流 我本来预计的高潮是在5月4号 就回来5月4号那天是高潮 但今天没想到直接就高潮了 也就什么呢 你要想 就你这些资金是不会让你再给你机会了 你想要机会对吧 好的可以的 5月4号去追高吧 就这么想的 所以别人也是 就是我能想到的剧本 主力肯定想得到 而且关键是每次 就不会让你舒服的买 对吧 就是只有恐慌的时候 问你敢不敢买 或者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你敢不敢买 敢买就OK 对吧 因为早上肯定是判断 整个 整个这个 资金是要回流的嘛 对吧 等一下我来跟大家讲细节 等一下讲个股的细节 那么既然有了这个判断 剩下就看盘面 盘面只要 一般我5分钟吧 5分钟之内 我就能大概判断到 行还是不行 对吧 所以先把预案做好 然后再根据盘面 集合竞价 各方面去判 判断 如果判断没有问题的 那就执行 对吧 就该买就买 大概是这种情况 大概是这种情况 那么 既然我说了 今天都直接高潮了 那么高潮隔日 实际上是慢 而不是慢 所以今天你看互联网指数 都藏了7点几了 这个挺吓人的 对吧 那个我看了一下 那个 这个游戏ETF都要奔涨停去了 这个就是很极端了 这个行情都很极端 就这种 大跌大涨 其实都不好 为什么 说明波动加大了 大跌大涨 是最容易让人犯错的 最容易上头的 那我们怎么做 有抄底的 有回血的 你劫后就慢 你哪怕说今天下午 你觉得 哎呀 有的有点涨不上去了 你慢一点也行 对吧 你慢一点也行吧 拿着钱过节嘛 也行 然后到这个5月4号开盘的时候 有冲高再慢 对吧 因为我怕是什么呢 我能想到的 哎呀 5月4号应该要冲高再慢一点 就会有先手在今天下午嘛 对吧 也可以吧 或者你能想到人家先慢 然后到了这个5月4号 不一定都有冲高 甚至是直接小不低开 都有可能有些票 对吧 就有些不强的票 那涨停的那些 你当然要观察 就不要急着去卖了 对吧 你说我都涨停了 像涨区科技这种 我都涨停了 我干嘛去卖它呢 对吧 你肯定是要观察了 不开板的话 一般都是拿着的了 比如说涨停 涨区科技 板分都好好的 封得死死的 今天就不开了 那么什么情况 要判断它是弱呢 周一如果它直接低开 那就弱 对吧 那低开 只要有任何的盘中反抽 都有 都应该是慢 对吧 所以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你怎么去判断 那今天下午 可能有些弱的 那就 就是涨了 本身在板块里面 涨幅就不大的 有点涨不动了 那你可以说 我先卖一点 对吧 可以的 没问题 就去卖一点 那么实际上市场呢 每次都会给我们一些讯息 讯息 比如说昨天的 这个叫蓝色光标 对吧 蓝色光标 昨天市场留了一个活口 为什么呢 打给它 它昨天收回去了 回盘收回去了 那么这就是给了什么 业绩股 它首先是有业绩的嘛 给了一个什么 业绩股 然后给了一个人工智能 这个AR的一个 就是活口 这是一个活口 对吧 所以今天它很强 这很明显啊 对吧 那今天早上 对吧 开盘也很强 没有说大幅股跌了 那么这就是个活口 这有业绩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有业绩的加分项 比如万兴 万兴科技 对吧 又创新高了 今天还有学员说啊 那个 那个 没有认知 拿不到这些票 对吧 其实不是 我觉得人都是一个经历嘛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嗯 你做股票很难 嗯 就是越级的 你为什么要不断的学习 包括我也在不断的跟市场学习 那你不能越级 没有速成班 因为 可能我这样说了 你不理解 但是你经历过了 以后自己就知道了 对吧 我 我不 前天写收屏的时候 对吧 对吧 还是说了嘛 我说现在就这种 最怕两边打耳光 就是 这个 你一会儿从 人工智能那边跳到 新能源了 对吧 然后或者新能源割了 去追人工智能 结果人工智能调整了 最怕这种事情 就是 在一个时代趋势的面前 在一个这个科技革命大浪潮的前提下 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年都有的 所以你要爱就深爱 就是所谓的AR 对吧 你如果选择AR 你就要有点信仰 剩下的是节奏 但是你不能没有信仰 节奏是指长多了 我可以卖一点 跌了 我可以买回来 但是你不能没有信仰 一会儿这个好 一会儿那个好 对吧 这些东西不是每一年都有的 就这种大的级别的题材也好 大级别的这个行业变革也好 不是每一年都有的 但是当他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牢牢的抓住 因为这样的机会 才是你能够赚到大钱的机会 就像2013年的互联网家 很多人是错过的 我当时身在其中 对吧 很多人买过东方财富 很多人买过童话顺 买过那些牛逼的票 但没用的 拿了2030%的利润就走了 几十倍的利润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是因为他本身没有意识到 这是一个时代的趋势 所以人工智能AR的革命 并不会就此停止的 对吧 他只会让我们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科技只会越来越进步 未来这个切特GPT的应用 只会越来越广泛 对吧 然后还有呢 就是他的技术迭代会不断的推陈出行 所以这是我们都能够预见到的 机构为什么要砍了那边去来加这个呢 就是这个道理 不要以为机构都是傻子 人家那么多的调研员 那么多的研究员 对吧 难道都是傻子 人家都是跟我们一样 喜欢追涨杀跌的 不是 就是不能用这种很狭隘的东西去理解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 业绩肯定是个加分项 因为跟大家讲过的 业绩肯定是个加分项 对吧 那你在主线里面拥有业绩的 至少多看两眼吧 或者说格局一下 对吧 就是这些是你能至少底仓不动 我的意思就是至少底仓不动 差价随便做 对吧 底仓不能动 好吧 那你就想到这些就是有业绩的 对吧 像包括昆仑万维这些都又回去了 又回去了 对吧 所以这些都是核心票 都是核心票 传媒啊 游戏啊 我就不多讲了 然后我讲一下我的思路 就仅供大家参考 思路 那么 昨天我不是跟大家讲吗 我说 那个3019的中科曙光 对吧 昨天中科曙光嘛 中科曙光 有资金在翘跌停 那就说明什么 今天中科曙光很难再大跌了 已经有资金 而且它自从这么大体量的 两个跌停 我觉得差不多了 是风险释放差不多 所以今天实际上 只要中科曙光不落 那就没啥问题了 对吧 没啥问题了 所以这块呢 就是一个 大家能够去 看的点 昨天还有几个跌停的嘛 比如说上海电影 对吧 上海电影 那我估计也是一样的 今天肯定会有资金区 因为它也不会死 对吧 也不会死 还有一个呢 昨天有资金抄底的是什么 是南方传媒 对吧 我跟大家讲了嘛 南方传媒 昨天也抄底的 有资金抄底的 然后我昨天之后有课 在其他地方有课 然后我就说了 我在课上是这么说的 因为我们有两边听课 对吧 你们都提前知道 我想这种票不可能死 因为它是主声浪里的第一次影弦 主声浪里的第一次影弦 而且它是换手的主声浪 绝对不可能死 然后我教过你们 怎么看筹码 你们自己去看 对吧 你看这筹码底下动了 没动呀 底下那个风还是那个风呀 没动呀 那这就是妥妥的 明天准备做落转墙的一个股票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落转墙 教过你们的吧 从底下上来跳红上去 对吧 这里你看 买盘不断 推上来 妥妥的落转墙 如果这种票你还做不了 我也实在真是没办法了 对吧 这不是认知的问题了 你说你不知道 我提醒你 对吧 我写出来 你说你这个 我不知道应该是什么回事 我提醒你落转墙 对吧 这些我都提醒了 然后技术符合 你自己看符符合合 对吧 你自己看符符合 它是主声浪里的第一次影弦 这就是送钱 对吧 你这种红包不是随随便便装口袋里吗 我今天早上就是 买了就下班了 为什么买了就涨停了 对吧 就下班了 然后还有个观察点 因为昨天市场留了火口的 因为昨天市场留了火口的 留了什么火口呢 留了一个最牛的火口 叫长江传媒 我写了对吧 写给你们看了吗 长江传媒昨天是一字版 因为它有业绩 又是个加分项 又是个加分项 对吧 有业绩 那我的观点是什么 今天长江传媒需要描板 是描板吗 描板 描板 那么长江传媒描板吗 就是对所有的传媒股的加分项 对吧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南方 南方 这个传媒肯定是好的 还有个叫新华文圈的 对吧 新华文圈 那新华文圈为什么落呢 因为它开盘落 它开盘没有落转强的信号 照规矩 对吧 昨天它是很强的 它也是个火口 那今天应该是要强更强的 结果它今天没有 没有这个落转强的信号 你看有吗 没有的 平的 对吧 往底下跑的 那就没有 那没有呢 你就不能选 对吧 然后开盘一片绿 对吧 就这里都是 卖的多 想卖的多 冲上去想卖的多 没有的呀 所以这个就不是我的选择呀 对吧 所以我把所有的预案做了 然后开盘 以后谁强谁落都分清楚了 那你就知道干谁了呀 买什么了呀 对吧 我这样叫外面没有的吧 你听不到的呀 对吧 因为这是我 都是实战出经验 所有的实战都是花钱堆起来 对吧 我没有跟你直上谈兵 而且我提前说 先做预案 预案完了以后 观察 观察 所以 我跟你们讲 我 不是在这里跟你吹牛 我 我开盘五分钟 我就知道什么 什么情况了 五分钟之内 我就能判定 今天什么碗块涨 我能上什么 买完了会怎么样 对吧 有人看我贴朋友圈的吗 可以吧 就这些东西 对吧 而且我昨天 人家有自来问我 我就跟他说了 就这么回事 我从来不摸领扬 可就人家来请教我 从来不会 不会什么 哎呀 可是了 但是了 或者了 没有的 好就好不好 就不好 对吧 我觉得不行就不行 对吧 因为我也有讲错的时候 那至少人家觉得 下次他还愿意问你 为什么呢 即使讲错了 他就是个对跟错 是个概率 如果我讲十次有七次以上对 人家还是会问我的 因为我大概率是对的 对吧 但人家问你 你每次都是 哎呀 这个我觉得反正明天再看吧 强的话我们再次决定 那这不都是废话吗 对吧 什么叫强的时候再决定 你先手就是先手 所以这块东西就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呢 说一下新能源赛道 他可能比较关心 我再次强调业绩业绩业绩 对吧 新能源赛道 你只要看两个票 第一个宁得时代是不是弱 这是大大方向 宁得时代不弱的 人家是冲高回弱 不弱的 因为毕竟涨了两根k线了 对吧 再加上今天其他强 你让他休息一下也可以的 还有一个比亚迪 比亚迪弱吗 也不弱的呀 不弱的跟宁得时代差不多 但这不是我们要买的品种 不是我们买的品种 我说的业绩业绩嘛 对吧 这个只是我们的观察标 那业绩给大家看看 嗯 看了吗 地科呢 妥妥的呢 又涨了呢 还会新高呢 那你为什么不去买这个呢 这个是讲过的吧 反薄 对吧 周三讲的吧 那业绩呢 看到吗 位置也还行 那一样的呀 对吧 就像你做医药股也是一样的 那个叫什么 医药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最早出业绩 那个那个叫 拓薪 对就这个 医药呢 它最早出业绩的 对吧 两根以后你去低薪了 这样给你赚钱 看到吗 超跌的医药 就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你要上就早上 然后超跌的部分一定是要加业绩的 你不要说超跌的部分了 就是主线你也得加业绩 对吧 你就看万星啊 蓝色光标这种走势你就知道了 那 早上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这里比如说你没买到 你等他一个回调 第一波回调你还是可以买 那反过来是什么呢 你不要去买那些杂毛 就辨识度一定要高 对吧 你既然是参与反弹 这是反弹 不是主声浪 对吧 不是这个板块主声浪了 不是他们不是AR 不是人工智能 不是CPU 对吧 那好了 你就搞这些就好了 对吧 你本来就是做个反弹套利的 那反弹套利一定要跟着业绩走的 对吧 而且要辨识度高 越早 最早的那个表现的 最好 最早那一批吧 不是说某一支 我只是跟你举例子 这一支 对吧 其他的那天 你都能看得到 你去找那天 对吧 就还行的 就这一批 就好了呀 就周三那批 对吧 我就就其他 我就不再讲了 不然的话又变成我推荐股票了 就是跟大家来举这个例子 好吧 然后为什么我昨天没写CPU呢 因为CPU我觉得是最后杀下来的 我怕反弹的力度不够 就今天可能这种力度不够 对吧 那果然是件CPU 今天CPU其实还行 但是呢 也不算是特别的 特别的牛 今天特别牛的就是传媒歌游戏 对吧 剑桥这种种龙头 绝对不可能死 这是毫无疑问的 对吧 剑桥也是的 不会死的 你去看看剑桥的开盘就知道了 落转强 对吧 就是无非你选什么的问题 因为我选了传媒 对吧 我跟大家讲了 不可能什么股票都买的 什么都好的 每天那么多的股票涨 对于我们来讲 就是聚焦 在自己的模式之内 在自己的认知之内 我看好了 我确定高的 我就给你看 对吧 是吧 如果你要说符不符合 你自己看吧 我教的东西绝对管用的 你放心 而且我在 在我教你之前 没有人这么教你 这我可以跟你打保条 因为知道的人不懂 对吧 等全世界都知道了 也不用做了 肯定失灵了 你放心 到失灵的那一天 还会有新的模式产生的 我也会告诉你 对吧 那至少现在都没什么问题的 你可以玩 对吧 所以我没去选 我说一下 我没去选 不代表他们不能长 我只是说 辨识度上来讲 我觉得游戏跟 这个传媒的辨识度 会更高一点 仅此而已 没有其他的 虽然你看连特泰有20%的 这个也搞了20% 对吧 也是典型的 落转墙 直接调控上来 看到吗 直接带调控上来 那这些东西 就是反正 都不会一次性的结束 就像CPU 虽然跌的很厉害 这个玩法 它不可能一下子就结束了 不会结束的 然后我讲一下那个 数据要素 数据要素 数据要素是个新题材 是个新指数 跌成这个样子了 我告诉你 数据要素后面会创新高的 指数大概率会创新高 这里面会有机会的 会有机会 那么财报解除完了 对吧 然后后面先看吧 我觉得两根阳线 基本上就能定局 就再来上去 把这个5G要素拐过来 那就差不多了 所以数据要素是后面 很大概率是要看 有没有可能性在5月份 成为一个新的亮点 新的主线的一个方向 这数据要素 CPU要大家去盯一盯 对吧 数据要素里面最牛的是 中科信息 也是这个中科院旗下的 其他反正就没什么了 就是反正这一类的 这种第一次的强反 强烈的反弹 反弹完了以后 都是卖点了 只有卖点 没有买点了 就是说你进去参与了 没事 或者你回来靠大学的 捡一捡 就捡一捡 好吧 你看今天 整个网上都这些东西 又回来了 对吧 又是A 然后呢 看着人 每次看着人都很难受 有人可能下定决心 这次我一定要干了 下周冲进去了 有可能又是 被讨 又是又是可能会折腾你一下 对吧 但大的方向不变 因为今年这个主线是很难变的 对吧 你不可能主线又 又马上要跑到房地产里面去了 这个不会的 就大家不用有这种 然后难点就在于节奏 每次的节奏很重要 反正节奏呢 我会提醒你们 对吧 我该说能先手的 我一定会说 就是 就是我这 我不怕说错的 我肯定会说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因为你 结果这么大一段 涨了以后 它肯定是有波动的 我这么说吧 就是人工智能 黑压这个板块 或者切特级别的再烂 五月份到六月份再烂 它也要做一个 再做一个头 就再做一个头才会调 它不可能这里就结束了 不会的 这么大的资金体量赶进去 随便怎么还有一波 只是那一波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创新高了 它肯定是 第一个 要看五月回来以后 还有什么新的分支来带 第二个 能够创新高的还是那些龙头票 你不要以为高了以后 他们就没有更高了 其实一支股票的高低 一定是资金决定的 对吧 那也就是大家都把它往上怼 一定是有道理的 它肯定是 不管你知不知道 它背后的逻辑 但至少你要认可市场的合力 你的股票一直在底下 人家涨10% 你涨了23% 那也一定有道理的 对吧 就是关注的人少 大的资金不愿意去弄 那些小的们就跟风一下 对吧 或者说是 这个有些做补充的资金去搞一搞 这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这就是区别 就龙头票跟非龙头票的区别 那么 反正 我能 就是 我能把我想到的 把这些 可能市场会发生的情况 我也提前跟大家讲了 提前跟大家讲 那么包括新能源赛道这些都是 一二板块的短期涨的稍微有点多 也需要震荡一下 一二板块其实也是找什么 找有业绩的 找有业绩的 对吧 如果有业绩的就 问题都不大 都都可以 都没什么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么 业绩如果不是太好的 那就靠边展 一二这块最近长得比较好 对吧 就是 大家可以看包括眼科 对吧 骨科都长得比较好 为什么你去看看 眼科骨科的业绩都好 反过来 牙科的业绩就差 就长得不好 对吧 还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我说的医疗设备的都还行 对吧 包括康复医疗的那些都还都还可以 所以医疗里面也是一样的 去找一下 那最简单 你去看看 曾经拉过大阳线 拉过 涨停板 甚至20厘米涨停板的 然后你对照下业绩就知道 这个可以 对吧 等它下来 然后食品这块呢 也一样 就是 涨酒食品 食品实际上是下半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因为它确实估值比较低 对吧 我食品里面也去找一些 业绩还行的 对吧 之前比如说那个什么 盗盗权之类 对吧 像这种呢 它短期涨过了 涨过了以后 它在这里要横一下 因为这里不是大量资金进去了吗 两根大阳线 它要横一下 横一下才会开启第二段 才会开启第二段 所以你不急的就是你不急着赚快钱的 那么这种票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像这种什么小熊电器啊 这种 对吧 小家电的这些都是一样的道理 都是一样的道理 都是一样 那么 要横一段时间 它不会那么快 我们就涨完了 全部涨完了 对吧 就不会这样的 那么横一段时间以后呢 就慢慢的可能再往上走 然后再走一步趋势 这是下半年的情况 所以在这个食品啊 对吧 包括这个家电啊 这一类的 还有些其他类型的这个个股里面 都是 就包括医药啊 对吧 这一类的 反正有过净利润断层的 有过涨停的 都可以 都可以关注 对吧 只是说买点的问题 就是它涨了一波以后 它要横盘 它要震荡 那么你尽量在横盘震荡 收量阴线的时候去买 这样的话呢 安全系织要高 因为你博弈的是后面那一段 或者不是说博弈吧 你等待的是后面那一段 去再走趋势的上升 对吧 那比如说 这个 北方华畅 这个是半导体的 对吧 它的业绩也放在那里 所以创新高也是迟早的 对吧 如果半导体板块涨 那肯定是奖励有业绩的了 对吧 它一级报业绩也很好 所以它还是会涨的 对吧 包括什么 托尔金科技啊 这些对吧 可能在涨的时候又会轮到它了 又会轮到它了 也不会死 就是业绩 好吧 那么今天这个周五吧 我们要讲的课程就内容就大致这些 对吧 所以没轮到的 尽量往业绩票里面去靠 因为市场一旦风口又刮到那里了 刮到比如半导体了 对吧 那么这些票是落不开去 落不开的标 就像你刮到这个传媒了 传媒游戏了这些也是的 有业绩的 你就不可能不涨呀 我不能保证它是长得最好的那个 但它一定不会比 纯粹跟风的差 所以你要取个中位数的收益 是基本上确确定的 没有什么问题 好吧 那提前跟大家说这个五一快乐了 就五一节以后回来 有两天对吧 有两个这个就是教育日 那我们就周五还有一堂课 就是也是我们五一回来的 这个五月份的第一节课 这一节课 是我用的 那一节课 就是我用的 是你用的 那一节课